在今天凌晨的12点多 当时台北县新庄中港路的防火象 发生了一起这个意外 有一名呢我们看到 才出生一到两天的女婴 被人发现是包裹在毛巾里 丢弃在路旁 那么送医检查 医生说体温偏低 而且身上还有好几处的抓痕 不过好在其他健康状况都大致良好 刚出生不到两天的小女婴 就是被丢弃在新庄中港路的这处防火象里 被发现时 全身紧包裹着一条毛巾 体温有些偏低 警方赶紧将女婴送医 送来本院的时候活动力还不错 那么但是她的期待部分的话 看来有些迈不活动 所以应该还是在一天之内的小孩子 那身上有一些少数的一些抓伤 那左脸颊有个浅浅的一个撕裂伤 做了检查 女婴健康状况良好 活动力很不错 只是这两天外头天气转凉 警方担心女婴安危 更想不透 怎么会有人把刚出生的婴儿丢在路边 据立章表示最近没有看到孕妇在里面走动 猜浅女婴父母应该不是住附近 而遭丢弃的女婴将由社服人员接手 警方也正调阅监视器要找出是谁狠心丢下自己的骨骤 最后一向高玉玲TV撑播的